喂喂喂 大家晚安 我們今天打的是 我們的 呃 第三場 八強賽 應該說四強之隔賽 感覺會比較有魄力 那我們就叫 好啦 四強之隔賽 應該是 第三場是我們的 LP 對上我們的 哇這名字真的是有點長 凶貴哲學煞氣扶他 NGG 這個名字真的是有夠哲學 連我念的都有點不太好意思 那這裡是因為 剛剛有等人的部分 所以稍晚一點點才會開 基本上也是 目前的 因為有原則關係我這個時間是還沒有到 8點 只要8點人之前 都到了就OK了 那所以現在是在 等時間到的部分 所以 字卡我先卡著 那等到 時間到了 有遊戲進去 才會把字卡做一個關掉 那我們這裡我先跟各位 介紹一下我們的 哲學隊 是派出了 飛龍長門沙或是 特亞特蘭大廟高 辛姆斯跟閃電喔 那 我們的LOP 是飛龍長門沙或是 格奈森阿 亞特蘭大 辛姆斯跟閃電 那 雙方的配置差距在於 呃 呃 胸櫃這裡 呃 是帶了兩台巡洋艦 那 LOP這邊是以三戰艦的陣容為主 所以這火力輸出部分相對的比較大喔 那 胸櫃這裡的話 是主要是以騷擾為 就是第一對第一的抗性比較高 因為巡洋艦打滴滴其實還蠻有力的 再來是防空的部分 應該也會比較好一些 然後因為妙高的話 他可以再幫忙做一個炮火支援 雖然沒有戰艦的火力那麼高 不過他在 呃 他在騙那個維修的時候也是非常有用 他的起火力非常高喔 所以在騷擾的部分也會把戰艦打得非常的麻煩喔 呃 然後操控的好 那基本上就是一個 還不錯的戰力 那就要看看說 我們 胸櫃這一堆是要做什麼樣的戰術 才能發揮這兩台巡洋艦的最大 最大效益喔 那還有一點就是 呃 其實7v7的部分 在弟弟跟空母的部分是佔的比較大的 比例 就是應該說作用比例啦 就是我們的 空母跟要配合的 驅逐艦去做一個開關跟騷擾 如果做得好的話 其實敵方的戰艦要輸出也並沒有那麼的容易 那我們打的地圖是我們的Neighbors 那Neighbors的 呃 Neighbors的 呃 呃 說錯了 是New Down New Down的排名戰的RANK版本喔 那基本上的話 這兩個隊伍 呃 大家對LOP可能會比較熟 因為是畢竟從第一輪一路打上來的 非常具有實力的隊伍 那我們的胸櫃是從第二輪進來的 不過第二輪也是有打上來喔 呃 真廢話嘛 呃沒有打上來怎麼可能會打現在的四強四格賽呢 那相對的我們之前有看到他們的打法其實也算不錯的 那今天就是要看看 他們要用什麼樣的 戰術跟怎樣的實力去發揮出 他們應該 呃 去怎麼去逆轉 呃 面對這種 LOP這種 實力 非常強的陣容 是要去怎麼去逆轉他喔 那現在的話 我們這裡已經到了 晚上 呃 表定時間了 那 哇 壓秒 那這裡我們先確認一下 呃 這裡的部分我現在要先確認一下成員 等一下比賽開始之後就會進入正式轉播 那稍微給我一些時間 呃 那今天的狀況是我有再把MIC做一個調整 那應該不會像之前一樣那麼慘了吧 我猜啦 因為MIC的部分是我之前舊的MIC已經壞掉了 所以我現在是用一個暫時拿一個桌 桌麥做一個頂替 所以這部分有可能不穩喔 因為沒有辦法即時再做一個修 呃 設備上的購買 所以這部分還要請大家多多見諒 那我現在再對一下成員的部分 我現在不可以按一下 很遠 進入了 我現在沒有解決了 我現在留意這部分 我到你去課,你再選那部分 你給我為什麼寫這個東西 這樣雙方都ok 那這裡的話比賽是正式開始 那我現在就把字卡拔掉 那雙方的陣容我再次做介紹 那等一下空母的部分是不是錯誤了 空母的部分是有誤導等等 我進去的時候可能要去做一個 我現在對一下表單 應該是字卡上的錯誤 賽表上是沒有錯誤的 所以字卡的部分 可能要再請成員 做字卡人員要修正 我們這裡字卡剛剛錯誤的 敵方胸櫃部分是出賽班島 沒錯剛剛我對賽斯 賽斯隊伍單的部分 賽班島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是字卡上出錯 那請大家不要 那這裡的話 BUT的部分重新 就是整個人位置出了問題 所以 我又被你丟到這邊 那這樣子可能這張地圖之後 可能要再做一個 因為有時候 有時候正常 但有時候出問題 明顯並不清楚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不過我們比賽正式開始 那我們的這裡的話 是閃電做一個 調理的動作 跟著我們的格奈森老師 往A點做一個壓制 那我們其實這個打法 我們昨天是有看到的 昨天是一台 G5 一個精湛的演出 是直接從 把後面對面摸死了 那我這邊的話 是做LOP的一個 四疊的轉播 所以 我們對方的話 就是我們哲學隊伍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我們的空母應該是 312的部分 那對方的飛機 現在並沒有看到 我們成員已經快到達別墊 那對方的飛機 現在只看到 箭在 一對 那目前不太確定 對方的甲板 那對方的甲板 通常都會是301 不過並不確定喔 那現在是看到兩個艦隊 那敵方的 傷或是這個 也被亮的出來喔 那現在我方是率先 開砲喔 這個 這個AP 飛了過去 會中嗎 感覺上是會中 喔這個 唉唷 我的傷害並沒有很明顯喔 應該只是個小插傷而已 那對方也不該是 如果懷疑顏色 現在打出來 這邊應該是HE的部分 會打到長門 沒有是AB的部分 打到長門 身上也是不通不癢的 那雙方現在是在遠距離 做個交貨 那我方幸福斯 已經踩在B點 那A點的部分 是有敵方的驅逐鍵 在那 我們閃電要求A點的話 稍微注意一下 那現在對方 我們的成員是 聘燈說 我們要起火傷害霍斯特 那現在 這裡的位置其實還蠻危險的 他沒有地方可以躲 他只能選擇往前衝 左右的話一定會撞倒 撞倒的話會非常危險 如果他往前衝的話 其實非常危險 會直接倒在這邊 那現在可能要選擇後退了 剛剛在一輪一個被重傷的情況下 現在是起火進行維修 做個倒車 但是倒車速度非常慢 可能要請敵方的驅逐鍵 之後拉煙 沒錯敵方驅逐鍵 敵方的閃電也是拉煙 要站A點 那我方的閃電也是 直接丟了兩波玉璃進煙裡面 那現在是劍戰這裡咬得非常兇 那對方的亞特蘭大其實快到了 我方的劍戰如果在沒有這邊 趕快把對方劍戰咬到來 會直接被換掉 直接被換掉了 那我們這裡直接掃了三台劍戰 那這裡上半部的開光的話 可能沒有辦法執行 那亞特蘭大應該是 今天呢離國防的劍爆這裡 是亮到對方的塞班島 那其實戰術跟昨天的有點像齁 是靠著空母去開光 然後再想辦法把塞班島處理掉 不過這裡並沒有會這麼順利 而且地方是有意識的 他的亞特蘭大是離空母還算近的地方 所以開光的話沒有辦法開太久 那現在敵方的劍戰是過來打我們的閃電 一輪齁 直接是爆血 直接是打了快要將近五千的血量 那現在我們隔岸山島進了我們閃電 開著煙是從這邊進行一個狙擊的動作 那我方的成員現在還是在B點做慢速的推進齁 那這裡的話 敵方的長門現在是被我方的成員做一個 隔三砲 哇這個砲一直接一輪接著一輪齁 對亞特蘭大其實在打隔三砲的部分還蠻準的 他每一輪帶木都還蠻精準的打在長門身上 所以他算的距離是不錯的 那他現在站在這邊過得非常的爽 因為沒有人可以打得到他 那現在敵方賽辦的話 因為被我方的成員做劍爆作為開光 剛被我隔岸山島爆打一輪 如果再開出來的話會非常的... 非常的危險 然後這裡亞特蘭大都過得好爽啊 這跟煙火一樣一直射一直射 有沒有看到一個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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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 一直打到長門身上 不過現在這個可能因為山的問題 所以判定有一點點小失誤 是沒有辦法有效打到長門身上的 那現在長門是 盡全力在打夜裡面的人 不過夜裡面的人 敵方應該是沒有看... 欸沒有喔長門被他已經走出來 可能剛剛煞車沒有煞 現在又是趕緊倒車 不過長門血浪 我方長門血浪目前並沒有太大的問題 主要是敵方的... 哇之亞賽班是一直被我們方的成員做一個開關 我們康姆一直強行的開關 現在血量是被打到只剩一萬二了 現在我們的成員基本上都先以對方的康姆為一個攻擊首要目標 那這裡看看我們的格奈森喔 從側翼發炮這一輪有辦法帶走他呢 應該是很難只能造成動作 現在他的血量是偏厚的...偏少的 只能往後做一個撤退 如果這裡有收到的話就非常重 不過我們先看看這兩波魚雷 哇這兩波魚雷非常危險 我們長門可能會吃到...一兩顆喔 那我們的山或四燈應該不會吃到 現在長門選擇四一顆 還好一顆的傷害並不是很高 現在只要一點點血 不過應該有進水要進行馬上維修喔 那現在亞特安大還是在山後面過得非常舒服的生活 那現在新姆斯因為剛剛躲了那顆魚雷 所以往前了一些 然後又加上剛剛開爆打對方新姆斯 所以現在是被開光了 不過對方的亞特安大也沒有放棄這機會 立即的向他做一個...開火 那現在新姆斯的部分可能要有點危險 要趕快扭一扭 不然...死在這... 還戰艦就非常危險了 敵方的空母應該是直接做一個撤退 因為... 我方的戰艦... 呃...剛剛一直對他進行攻擊 他不得不得...不得不撤退 那我方側翼的部分可能就沒有那麼的順利 因為剛剛... 應該主要目標是要把敵方空母做錯 不過我們這裡先看到這兩波魚雷 哇這兩波魚雷在新姆斯非常危險 他這麼扭...這麼久扭不掉 直接... 肚子吃了一發直接損到只剩下半千血喔 那這裡就非常危險 我們長門會再吃到嗎 不會現在兩台戰艦沒有吃到 沒關係是直接進驗在做... 在做一個... 在做一個... 呃... 煙內的砲擊喔 那我們這裡新姆斯可能就非常危險 那一出煙可能會馬上被發現喔 可能要... 看看是不是要... 在對對面的煙霧面 丟兩波魚雷做回擊喔 不然這裡的話煙霧一放完 其實也沒辦法看對面 這樣子的話如果再來一波魚雷 可能就會死在這邊 那敵方的殺貨制度現在是卡在山後面 不敢亂...不敢輕止與妄動喔 現在我們的... 亞特蘭大正在使命的做一個隔山砲 不過應該中間是有山的部分 他沒有辦法有效的打到對方的山或是特 哇這裡是直接卡在山中山 那其實要打他不是那麼容易 我們先來看看這兩波魚雷 感覺上是十分威脅 不過並沒有擊中敵方任何一個目標 那敵方的成員應該是 西姆斯看到這波魚雷是馬上做出一個出來撤退 那...喔 我們的成員現在是看到西姆斯 現在所有的人是在對西姆斯進行砲擊 那這裡西姆斯出來丟兩波魚雷 這也會躲過嗎 感覺上來是霍斯特 有一點點問題 而我們的長門可能又要再吃一顆...兩顆 喔...這個傷害可能就痛了 已經吃了兩顆魚雷 剛剛維修應該也焦掉了 那我們這裡可能會直接進水 沒有他用那個... 補血部分補回來了 那基本上並沒有太大的問題 要直接去壓... 直接上前去把山或是特壓掉嗎 不過這裡有點危險山或是特... 可能是會有魚雷旁邊還有西姆斯 如果西姆斯的魚雷轉好的話 那這裡還戰艦過去的話 會非常危險喔 要我們的成員要趕快幫忙做一個支援喔 不然山或是油門會被西姆斯收掉 現在的話... 陸炮跟這毒炮一起攻擊 那...我幫荒姆也進行一波魚雷的支援 現在是想辦法把山或是特往後避一點點 那這裡的... 西姆斯在死之前發了一波魚雷 打向長門 長門這裡在吃雷就不太妙了 有吃了一顆... 不過雖然說... 用頭吃魚雷這傷害並不高 不過小仙還有第二波山或是... 魚雷出來了 這裡吃了兩顆... 哇...可能就直接進水 那對方山或是特的部分 是用霧炮把我方西姆斯丟... 打死了 那我方長門這裡剛剛進水 現在是沒有維修 進水又加著著火的部分 非常危險 不過西姆斯跟魚雷... 做到一個很大的效果 史前丟到這個魚雷限制了... 妙高走位 不過這裡的話 側邊還是可以做個魚雷攻擊 那我們殺或是特非常危險 如果要進去丟魚雷的話 殺或是特很會大爆血 要趕快把他清掉 沒有把他清掉的話 就危險了 難道撞在一起嗎 哇...好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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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撞到之前喔 我們亞瑟蘭刀剛停把妙高收掉 不過我們長門有可能就要倒到這裡了 如果沒有維修的話 現在是用補血趕快把血量拉回來 如果再被打到的話 有可能直接倒在這邊 那敵方是直接掃掉了 呃...三個成員 一台自然劍 一台妙高 一台新母獅的部分 那我方只掃掉了新母獅 那基本上 成員的部分還算蠻OK的 那我方長門的部分 現在是沒有辦法進行維修 起火加進水 這個血量很難服的火 他現在有可能要再找外面 一段時間喔 那我們的隔耐身道是直接壓過來這裡的 那敵方的長門 在沒有隊伍的掩護下 會直接死在這邊 這裡要非常非常注意喔 應該對方還要一台驅逐艦會去幫他 但目前在地圖上 並沒有看到驅逐艦的綜藝 那這裡的話 有可能再不幫忙 這個長門就要死在這邊了 那我們隔耐身道是直接出來 跟對方的長門進行對決 那這裡一打一的話 以血量來看 我們的隔耐身道是戰盡 一分是對方 還有亞洲來大跟閃電 做一個幫忙 閃電如果釣魚雷 我們的隔耐身道 有可能會被壓走位喔 不過沒關係 我們隔耐身道是魚雷的 他最後也可能可以用魚雷 把敵方的長門都收掉 那現在我方的成員 閃電先率先 丟一波雷 這一波雷非常有機會 哎呀 隔耐身道真的不給面子啊 那魚雷還沒到 隔耐身道就先行 把對方長門收掉了 那這裡的話 對方的亞特蘭大就非常危險了 在近距離面對對方的戰艦的話 有可能會直接被打死 而且側面還有 後面還有戰艦 另外一邊還有戰艦 總共是三個地方被包夾 已經沒有地方可以去了 那對方的閃電是緊急做的啦 我們先來看看 亞特蘭這條這裡 其實一直被擊火 那這個魚雷應該是不會動 不會壓到對方的走位 不過亞特蘭那是有魚雷的 我們隔耐身道非常小心喔 欸 對面的閃電 哇 直接是被收掉 對面的閃電在拉煙的時候 我方的隔耐身道 是先不以亞特蘭大圍 先把敵方的閃電收掉 之後其他隊友就把對面的亞特蘭大圍收掉 現在對方的成員只剩下空母了 而且空母剛剛是非常殘忍的 只剩下1500的血量 基本上我方的勝利是 毫無疑問的 那對方的成員應該是會在這邊 全數被殲滅掉 果然全數被殲滅掉 恭喜我們LOP獲得這次的勝利 不好意思喝個水 那我們這裡的話 主要是剛剛 昨天有看到相同的戰術 是我們的一台格耐身腦 配合我們的閃電從旁邊 從側邊 左邊去做一個偷襲 看看能不能去佔領A點 或者是找到對方空母 雖然A點的部分是對方 已經有意識到先行做一個佔領 我們之後也有找到對方的 航空母艦的部分 直接是做好幾輪的射擊 但是並沒有順利把它收掉 這點也是會比較虧的 畢竟已經摸到那個地方了 沒有辦法再有效幫忙 我幫主力艦的狀況下 沒有摸到空母其實還算有點虧了 而且A點並沒有順利的搶了下來 不過這個部分的話 並沒有太大的關係 那我方本隊的部分 主力部分是還蠻給力的 跟著星姆斯做一波押近 是把對方直接往後押退 那基本上也收了很多的人 那我們亞特蘭大在山後面的格戰報 其實還蠻準的 那他也過得非常爽 一直射一直射一直射 那雖然在滯空的部分 前期我方的飛龍 先掉了三隊的劍爆 箭戰的部分有點虧 不過在後面有點穩住正角 是把對 是盡量的把滯空拳損失 壓到最低 那我們的開關部分 還是很OK的 那敵方的賽班 因為剛剛想要被壓低了 他也不太敢跟著艦隊 靠太近 而是直接往後退的部分 那這樣子他飛機整備 回戰場的話 是要有一點點時間的 那我們就抓住了這個機會 做一個壓近 那對方在這裡的話 開關的部分 就不會變成比較的 不順利 因為有時間差的問題 那對方的驅逐劍 其實丟雷丟的也很準 我們可以看到星姆斯 一波雷接著一波雷 基本上一直都有打到我們 每一波雷基本上 都有打到我們的成員 那不過我們長門部分 都是用頭吃 所以傷害並不高 感覺有幾發也並沒有進水的部分 那我方的 我方的星姆斯也有注意到 是馬上幫忙開煙 雖然最後還是死掉了 但他在最後的 魚雷也有限制敵方的妙高手 而且讓敵方妙高手 是硬吃了一顆魚雷 那這裡的話 是幫我們的 其他成員比較好收拾 對方 對方右邊的主力 對方右邊的主力 基本上被打掉之後 就很好打 那之後我們 左邊的成員 開始去向中間做個壓近 做一個包夾 我們可以看到 亞特安是被包死的 那兩邊做一個夾之後 敵方基本上 也沒有什麼反擊的能力 那剛剛就是 全部事物殲滅之後 只是這樣空母 那空母剛才開場 就殘血就很順利 給他收掉 那之後就是拿下來 這個勝利 那基本上 我們LOP的部分 是 做一個兩邊開攻的部分 那這裡的部分 其實有一點點冒險 如果有邊崩了的話 利用外邊是沒有辦法 有效的做支援 還好 在鞋 雙方 呃 隊友的鞋條部分很好 鞋條不錯 所以在 呃 戰線的部分 並沒有崩 然後再來是 呃 準度也很準 主要是亞特蘭大 在隔三炮的部分 在戰艦挑選目標的 先後順序也非常的講究 那最後是 靠著這些配合 讓我們的LOP 獲得這次勝利 順利晉級八強 那我們的哲學隊 也千萬不要忌美 下次活動 還請再回來參加 再來爆這場的仇 那我們今天的比賽 就到這裡結束 那等一下會去抽地圖的部分 那有人問說 晚上9點多的那場 四季隊的比賽 會不會轉播 不好意思 我這裡是沒有進行轉播的 所以看會不會有 想要人去做一個轉播的部分 那這裡關掉之後 我等一下重開 會直接開一個 呃 地圖模式的充選 還請大家不要轉台喔 … 還請57 cf 車9 旅行 感谢观看